我们继续个人中心的下一个内容 我的文章 当我们点击这个列表的时候呢 点击我的文章会跳到一个新的页面 新的页面里面呢 只会显示我发布的一些文章 那这个内容呢 相对来说就已经比较简单了 因为这个内容我们之前基本上都已经实现过了 跟我们的关注文章这里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首页 我们展示的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页面呢 我们去创建一下 我们在Pages里面右键去新建页面 我们叫My-Article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那这个页面呢 写点内容 我的文章 我们需要在什么时候呢 在我的页面里面 当我们去点击下面我的文章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把定一个实践 我们叫Open 我们去把它注册一下 在Master里面 Open去打开我们的文章 那使用uni.navigate2 URL呢 去使用杠Pages 然后我们杠一个My-Article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跳转到我们的页面了 看一下 点击文章 点击之后 我们跳到我的文章里 那跳进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使用ListaCard那个组件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渲染我的内容 但是前提是 我们需要把我的文章 这些数据 我们给它获取下来 所以我们需要去创建一个云含数 右击 新建云含数 叫GetMap Article 然后点击创建 我们创建完成之后 怎么去获取呢 那其实我们获取的方式 给我们的GetList 我们看一下 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要去给它添加一个 E-Slack的字段 然后Match里面呢 我们要去衰选一下 衰选谁呢 衰选的是ID 看我们User里边 就是我喜欢的文章 ArticleIDs里面都有哪些 然后我们通过Project 把Content 我们去给它删掉 最后我们按的结束 这就是我的文章的一个获取方式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里 我们直接去给它 写一下就行 首先我们要 先获取DB Database 获取完之后呢 这里需不需要传参数 我们这里呢 接收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其实就是一个UserID 每一个云函数 我们都会接收UserID 接收之后呢 获取一个UserInfo 我们获取当前UserID的 用户信息 等于AVAT DB.collection 然后传个User Dog 我们拿到UserID里的内容 然后.get 获取 获取完了之后呢 我们UserID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UserID.data 0 然后我们去获取文章列表 文章列表我们List 等于AVAT DB.collection 我们传入article 然后呢 我们使用一个聚合 Dogget 我们使用聚合操作符 获取之后 我们要先给它去添加一个字段 对不对 添加谁呢 Eslack 冒号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聚合操作符 先去给它声明一下 聚合操作符呢 Dollar表示 等于DB.command .agget 同时呢 再声明一个DB.cmd 我们再去声明一个数据库的操作符 DB.command 然后我们来继续使用$.in 这个方法呢 之前我们已经有过很多次了 这里呢 我们就不重复的去解释它的用法了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获取一个$-id 第二个呢 使用UserInfo 点什么呢 article-lex-ids 这样的话我们就去添加了个 Eslack的字段 接下来我们使用match match呢 我们筛选的是谁 我们筛选的是id 记住我们不是-id 我们使用的是id id的话我们需要从哪里找呢 那我们这里 记住我们的match里面 不能使用聚合操作符 我们只能使用普通的这些操作符 就是我们的DB.cmd 声明擦 match里面 我们只能使用这个操作符点印 印的话 我们这里呢 就直接给它传入一个数组就行了 就是看我们的数组里面存不存在 当前的这个id 如果它存在的话 就返回这一个数据 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不返回 所以我们使用UserInfo UserInfo.article-ids 这个字段里面呢 其实存的就是我发布的文章 这是之前我们去触始化数据的时候 已经提前定义好的一个字段 保存最后呢 我们点end结束 然后我们去配置一个运行参数 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云函数呢 有没有包错 配置完了之后 我们右键上传并运行 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把控制台去清空一下 那返回结果呢 表示成功 但是我们return这里 我们需要去给它改一下 是code200 然后呢 message 数据获取成功 我们再给它一个 data data的话 我们就用list up.data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右键上传部署 这个时候改完之后 我们要去给它部署一下 我们直接去丢用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云函数 OPOK 然后我们到list里面 我们先去export一个getman return return一个https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对呀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API了 那我们在哪里使用呢 使用在manarticle里面 我们直接在方法里getmanarticle 然后去调用我们注册的API 那就是this.dollarapn. 然后.zen 把我数据给返回来 log 我们打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在unload里面去调用一下 我们看看结果 回到我们这里 稍心一下 那看到这里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获取成功 那上面这条呢 是在我们的app.review里面去返回的 那我们把这个日志我们给它删掉 在这里 我们给它注视掉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看我们的数据 一共获取了两条 这两条呢 其实就是我自己发布的文章 那你可以看到作者呢 就是java 加构 讲师团 这是我们当前的UCID嘛 都是一个作者 这样的话 数据拿到了 那么我们去渲染数据的话 我们就好渲染 那我们直接在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使用list-card 使用这个组件 那么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item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item item是哪来的 我们需要给它去循环一下 微光货 因谁呢 这里就叫list 猫号k等于item.id 那么这个list呢 去给它声明了 然后去给它复制 复制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 const data等于res list等于data 这样的话 我们就去完成了一个渲染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里 就显示了两条 那么去刷新页面的时候 我们要去加一个loading 所以我们在前面呢 需要使用youloading帽 我们这里就叫loading 然后把冒号去掉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 得去给它判断一下 我们就判断 按list.length 等等等于0的时候 再去显示 那么现在刷新页面 返回 可以看到呢 这里就已经有正在加载了 那么我们去点击 可以跳到对应的详情页面 这就是我的文章的页面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的标题呢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之前我们漏掉的一些标题 我们全都给它补一下 补一下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 都已经有对应的标题 包括我们的样式呢 都已经是ok的了 那么我的文章做完之后呢 给同学们留一个课下作业 那就是跟前面一样 如果就像关注这里 如果我们没有数据的话 这里要去显示一个没有数据 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个地方 我们去实现一下 实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参考之前 我们的关注 参考这里的一个实验方式 去实现一个没有数据 那么把我的文章这里 去给它补充完整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